嗨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藍尼克 今天回來試車 今天來試的是這個2021年試的這個Hyundai IONIQ IONIQ過去在國內事實上 就我理解的這個評價是非常的兩極端 現有的IONIQ車主呢 多數是對IONIQ本身 就使用上來講的話是 多數是相當的滿意啦 那不是車主的呢 都會說這個IONIQ 我幹嘛要買IONIQ 我去買Clius就好了 因為畢竟它今天就算它2021年試呢 這個變成105萬了之後 畢竟它還是在百萬等級的一個價格啦 今年底如果完成從網路上 這個所謂的賞車的這個機制啊 然後它是有一些優惠的方案啦 但是呢到明年呢 明年到時間過很快 明年就恢復這個正常的價格 所以說基本上IONIQ 是比較屬於這種品牌形象的一個產品 主要的改款重點呢 會是在它的車頭燈 車頭燈的部分是已經全部採用了 這個LED的一個 車頭燈的一個式樣 那再來就是這個水箱護照 跟這個車頭造型呢 稍微修飾了一下之後呢 所以小改款的車型這個 在外觀上面 首先先從車頭上面來看的話 就跟過去 稍微有一些不一樣的一個感覺 那當然在這個保險桿的部分呢 也有一些經過了一個重新的設計 那我們在快速圍來到旁邊呢 二零一個重點呢 就是它輪圈的部分呢 這個應該是很多車主反應啊 之前的輪圈太小 所以說這次就換到了17吋 換到17吋呢 它的這個中和啊 就是所謂的平均油耗呢 大約是在24.7吋左右的一個水準 那當然這個最近 最近有很多這種 油電混合的這種 動力的這種車款啊 事實上它們的油耗的水準啊 基本上都是能夠到這個23、24左右 這個事實上呢 都跟過去比較起來都算不錯的 另外IONIQ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 還是在它的這個車尾的造型 它是有點類似先輩 又不是像傳統的這種 旅行車的樣子 那我個人是很喜歡這種 裝承式的設計 後照鏡上面 你會看到就兩塊 事實上你並不會被遮到 那這兩塊都是玻璃的 都是玻璃的 我覺得這個設計方面來講 我個人是蠻喜歡 這一類型的一個設計 那當然啦 這個IONIQ 那它的車尾燈 也稍微調整了一下 所以說有些細節的部分呢 會跟這個小改款以前呢 有稍微的一些不同 那我們接下來就趕快看 來看這個內裝的部分 而這一世代的這個IONIQ 內裝的設計部分呢 我覺得 還不算是最新世代的 內裝設計的一個與惠 那當然IONIQ 身為這個比較 對上來講是所謂的科技的象徵呢 所以說它的這個儀表 已經給了一個全數位的儀表 當然如果你今天是ECO模式的時候 你可能在綠色 那你只要排檔 切到這個手動換檔的時候呢 它也會自動的切到Sport模式 那它的儀表呢 也會改成這個紅色的 這個節電車啊 多數的話都是配上這個CVT 那IONIQ 很特別的它是配上一組 這個雙禮合器的自首擺片速系統 六速的這個自首擺片速系統 那我覺得這個是跟過去我試這類的 節電車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不同 那IONIQ呢 基本上所有的主被動安全系統 基本上都是已經列為全部的標準備備 我們常常看到這種什麼車跟車啦 然後車道偏移 然後比到駕駛這些 等等的 很多東西 是讓它全部列進去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中扣面板呢 那只是比較可惜的是 這個還沒有變成中文化 因為畢竟IONIQ是進口車 那這部分我是覺得 對於消費者來說會比較可惜一點 這個現在大家都比較關心的呢 就是這種無線充電的功能呢 它也是 在這個排檔座的這個前面呢 它也是有設計無線手機的一個充電座 那其他的部分我覺得就是跟 我必須要講就是設計跟用料的話呢 都比較屬於上一世代的一個 做法 所以說我反而是更期待 如果IONIQ還有下一個這個所謂的 大改款的車型的話呢 那應該就會有很多 德國車的一個設計的一個元素 我再補充一下喔 那這個現在手機對應的功能呢 這套系統現在就已經可以對應這個 Android Auto跟這個Apple Card Blade IONIQ試駕的感覺呢 在這裡跟各位分享一下喔 基本上呢 它的動力 並不是它的一個重點 它畢竟還是在這個節能 所以動力方面呢 譬如說 稍微 有點不足 我個人覺得稍微有點 不是這麼有力 但是畢竟你今天要節能的話 沒有辦法 就算你今天全油門的話 到動力方面呢 並不是這麼的充足 但是 它的車身方面呢 是這個給予了這個 高剛性的材質喔 所以說 整體的車身剛性來講呢 是相當的不錯 然後再來 這個也是 除了操控方面的話呢 再也最直接的 就是安全方面的一個考量 那基本上呢 開起來感覺 其實我是覺得 個人 就是我個人 不要CVT變速箱 對我來講就是加分 不管是哪一家做的CVT變速箱 你在運作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 有一個低頻的一個共鳴聲啦 那個是我有時候 都必須要去忍耐的 但是如果說像 IONIQ的話 就是你是 裝離合器的自首牌變速器的話 就沒有這個問題 那反而是在 試駕的時候 是覺得還蠻新鮮的 常會覺得是 現在到底是在 這個汽油模式 還是在這個 純電模式 就有時候會去分心去看一看 這些東西 那基本上呢 我覺得 現在的這一種 hybrid的這種系統的車子 事實上你可以把它視為 跟一般車子一樣 因為畢竟你今天 如果開電動車的話 你可能就是 底層焦慮症 你可能開到哪邊 你就會想一下 我是不是該準備要 找充電站 或者說我的行程 是不是需要 因為我要充電而去改變 那hybrid的話 基本上就沒有這個問題 基本上你就是 像一般油車的方式去使用它 這種車子 我會覺得 其實最適合應該是 這種多元計程車 多元計程車 你今天如果開的話 你又想要去 沒事的話 還是想要跑一跑車的話 這個也是能夠達到 這個所謂的 非常好的一個 節能的效果 OK 那這張車的小改款 大概是這樣子 我是阿蘭一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